说到林妙可 相信很多人依然记得08年北京奥运会 她穿红裙子站在舞台上唱歌 受到全世界瞩目的情形 之后林妙可一夜爆红 成为挽住瞩目的焦点 但是在奥运会过后 林妙可却遭受了很多争议 一方面因为她的微笑的表情太假 另一方面因为她假唱 而且随着林妙可的长大 她身上圆满天真湖泊的气质 也渐渐消失 有种泯然种人瘾的感觉 之后林妙可一口被北边刷掉 也成了网友的潮点 不过之后 她成功被南京艺术学院录取 林妙可自从九岁亮相奥运开幕时后 就一直遭受着网络上的污蔑和绯闻 十多年过去 现在的她 依然有着其他的烦恼 最近林妙可亮相亲天向上 主持人王韩问她有没有遇到过什么烦恼 特别是成长方面的 对此 林妙可在舞台上借此机会大吐苦水 她透露自己现在的烦恼是没有长高 身材偏小 无论有哪种方法 减肥都没有成功 带餐粉 运动 少吃 节食 对林妙可来说 统统无效 说到这些的时候 林妙可语气中带有一丝心酸 随后方韩又问道 会不会因为年少成名谣更大压力 例如总被老师点名 成为大家反面教材 光韩还没说完 林妙可就迫不及待的点头对 显然有过很多次类似经历了 随后 她略带心酸的说出了印象最深刻的一次 是大二汇报 老师当着六七十个人的面点名林妙可 称她太胖了 以后没法演角色 只能演了阿姨之类的 当中对年少成名的林妙可讲这些话 这位老师明显是在针对林妙可 对此 汪韩也感到无奈 称主要是那几年林妙可太火了 所有人对她期望值都很高 也因此带给林妙可很大的压力 之后汪韩又问道 有没有恋爱啊 对象啊之类的 林妙可很果断的回答 没有 同时还解释了原因 大学里大家都会觉得和自己有距离感 然后就不太 接下去的话 林妙可没有心说 但其实就是林妙可毕竟是公众人物 和她谈恋爱 一定会承受很大压力 从08年爆红之后 林妙可到现在可以说 一直都在走下坡路 演艺事业上没有让人记忆深刻的角色 唱歌也没有一首大众耳熟能详的 考大学还被梦想中的月宵刷下来 身材管理不成功 现在恋爱也没人和她谈 不过林妙可毕竟还年轻 现在只有20岁而已 相信她未来的人生会更加精彩的 作业